接着下来呢 就是我们有请这个子灵格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的软旗不是很多 但是这数几年来啦 几十年来啦 出版的这个 子灵柳间 从未间断过 也一直呢 就是我们软物主研 学习的一些很好的文献 那么现在呢 我们都知道我们普遍上 华文的水准 不是很好啦 我们是比较弱的 那么许多同志呢 都会说这句话 比如吴老师刚才也说的 看不懂是真的软文 看不懂 就放在一边了 但是呢 我知道 子灵格近年来啦 他们在学习理解这个 软文方面呢 应用到一些新的科技 AI 现在我们呢 都非常 来谈谈 这门的CheckGPT 对吧 好 那么呢 我们现在要请 子灵格的萧敬亭老师 谈一谈 子灵格的软文创团 怎样来应用这新科技 大家好 我也是来充数的 因为 邀请人说 子灵格的软文 很多人都在看 你不来不行吗 你应该要来 我做足房因为等一下那个头顶层会打到 刚才吴老师在讲的时候 就是我们利用适当的利用这个科技 帮助我们解释或是分析这个软文 就是帮我们做一半的功课 等一下我会提到 因为刚才吴老师叫我们查字典的时候 我就利用这个AI智能 然后他就去问一下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就顺便讲了他的第二句的时候 他若人不了道 披毛带脚带脚环 他就是这一句 他是针对别人供养你 就是针对这个出家人 你接受别人的供养 别人当你是他的福田 他对你有很大的期待 希望一天你争到后 你成佛后 再到后来度他 如果你接受别人的供养 你没有好好地去修行 那么你下一次你就要披牛 披脚来还给这个人的供养 他这个 他AI智能 他就有一个这样的帮助我们的 所以我先讲台湾 指灵的卵门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家都懂 以前很多的格 他听到指灵格 指灵格 那个 时时记 基文给我的那个格 他们就是对指灵格 他先认识的就是基文 但是大家可能有发现 从MCO过后大家都没有收到这个基文 因为我们改成了这个科技 我们把这个基文放在了我们的面子书 然后等一下在最后的时候 我会分享给大家一个QR码 就是二维码 然后我们把指灵50级的这个有签 都扫描了 扫描在这个网络上 只要你扫描那个QR码 你随时随地都能够查阅 就是刚才我们的陈老师 他在引用一段 那软文是讲指灵格的 然后讲到这个三月子的 哦我就马上就进去看 哦是是是 在第29集的那个软文 第97和98面 这是一篇很好的软文 讲关于这个福软的 大家可以回去 可以到时候人家我留那个QR码 你拍一个照 然后改天你随时要查阅 你都可以查 就我们就不需要随时都当日 一大碟的这个软文 这个就是科技给予我们的方便 讲到这个指灵这个软文 刚才吴老师讲的那个 就是我们研究这个基文 从简单的了解到深入的了解 就像我们嚼那个甘蔗一样 甘蔗 甘蔗你还没有吃的时候 你就想我要不要吃 因为你还没有吃 你不懂它甜还是不甜 所以你必须要亲自自己嚼了这个 初初你也是嚼那个皮嘛 以前现在的人应该不知道 以前我们小时候 时时都嚼这个甘蔗 我们先嚼那个皮 那皮的甜味是很少的 你慢慢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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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进去 然后是甜还是不甜 你自己都知道 但是它最甜的部分 就是这个软文 最重要的重点 我们看一篇软文 这篇软文是真的跟我讲什么 那个重点你要抓到 然后抓到了这个重点之后 你用在你的心上 用在你的心上 这样你才真正的吃到这个软文的 它最甜的部分 因为你用到你的心上了 就是软文是真的教导有用到的 就是子林格的这个 从1975年我们就开始扶软 然后到现在我们有50级的这个邮签 这样我们要研究这个基文 是不是有一个好的老师很重要 就是他们当时候很幸运的 就我们的这个陈徽生 陈徽生顾问 等下我放他的照片 他是一个非常棒的 当时他是基务主任 他是一个学士 非常 非常高深的一位 长辈 他任何时候 只要拿到 他就能够解 不需要 我们讲他找功课 他不需要 其实时候你问到他 他就能够讲 连他的典故也讲出来给你 然后他又很好的 无接风的又把你拉回来 所以当时候 其实我也是受他的这个启蒙 其实虽然讲是启蒙是我的父亲 那时候我在小学 五六年级的时候 启蒙是我的父亲 那时候父亲从哪里听到这个软文来启蒙我呢 就是从这个陈徽生顾问 所以当时候他正是培养很多的人才 他已经往生了 看照片 大家应该有印象 到他 退休之后 这个做法上顾问 大家应该很熟悉 他就接过了这个棒子 继续为我们讲解这个经文 他真的是兢兢业业 因为他的学士没有我们成功那么好 他非常兢兢 他讲这个四书五经 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 这个没有网络 所以他查任何资料 四书五经 他讲翻了又翻翻了又翻 找一点点资料就要翻 我们到我的时期的时候 我们只是翻那个 你讲约 十海 我们叫死约 他是三本 死约 到后来 到后期我们就有这个电脑通过网络 找这个资料 好 机文 大家都有 在轮盘 都有服务吧 这个机文 大家哪会去有看吗 有看吗 如果有看的记手一下 机文哪会去有看的 不懂 有收的有 有收的 大家应该 其实我们讲 我们看机文 其实我们应该讲 像念佛经要 哇 要很虔诚的心 来 研究 或是读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心 可以跟四顿的心相应 当你一相应的时候 我们讲 你就通了 你就能够明白 但是这个过程不容易 所以呢我们 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 然后也有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我们如何通过这个 AI 来帮我们 分析这个卵文 这个就是我时常用的 这个是微暖的 这个 Copylock 其实它跟这个 Chank GPT的那个研发 OpenAI是同一个投资者 所以它的功用都是差不多一样 现在这个Chank GPT 他出了这个GPT 4O 如果 他真的是普及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有一个 私人的老师 他能够 针对你的需求 用语音 来跟你对话 一步一步的教你 改天我们研究基本就没有这样难 这个Kimi 这是中国的AI 等下我会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如何通过 这个AI 帮我做一半的功课 为什么我要讲一半 因为这个AI目前呢 他只可能 他只能够通过这个文字的表面 然后来跟我们解释 如果这段文文里面 他有这个乾坤 好像刚才吴老师讲的 他有乾坤 或者他有些什么 他就不能够跟我闻 比如说子灵 子灵格的子灵 他可能会跟我讲 他第一次然后会跟我讲 非常茂盛的子是森林 然后我就跟他讲 不对 GPT 不对 子灵 是丰盛感觉交会 子灵格 然后下一次我再问他的时候 他就讲 他就 因为那个是你自己的 AI 然后他就能够记忆 你跟他的输入 所以他就讲 哦 子灵格 是丰盛感觉交会子灵格 你要 你要先教他 所以这个就讲 他就不能够完成了 所以但是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至少他已经跟你做了一半的功课 你 记在他的 他跟你做的那个方面 然后你自己再调整一下 就因为他有个开头了嘛 你做功课就很容易 所以剩下的部分 你可以自行的完成 然后他最好的是怎么 他能够 节省的时间 在我们要收 收集这个资料的时候 这个Kimi 刚才我讲的那个中国的AI 你可以同时候把30本书 拉到去这个Kimi里面 或者是说你给他的那个link 你的那个30本书link在哪里 他可以跟你分析 分析这个这本书里面 他的重点是什么 你可以甚至跟他要求说 我只要100个字的重点 你可以先说这个 他直接就跟你分解 分析 你可以省回这个研究的时间 你把剩下的时间呢 你能够来深入的 他们讲 脚位回味这个罗人 然后再把它用在我们的修行上 提供我们的修行 然后先是针对这个讲解 我们分析了之后 我们就是要讲解吗 什么 讲解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长辈 帮忙你的话 如果一个长辈 知道你 那个是最好 刚才我讲的 如果一个长辈知道你 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 我们就自己做功课 比如说我今天的这个讲稿 我就是想到什么 我就写进来 然后我就跟这个copylot 请你帮忙 帮我整理这个讲稿 成一位 成一个很有让别人听起来 很有趣味性 然后很有条理的一个 他就跟我整理 这个真的是能够帮助大家 然后让这个听众更容易吸收 然后如果我们需要研究的话 他甚至还可以 你可以问他 你把一段有研究价值的这个原文 你问他 请你帮我 举出两个很有讨论性的 很有引导性的问题 然后他可以帮你 帮你提出这个问题 有时候想问题 吴老师就很容易 因为吴老师他习惯性 想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讲 想想不起 然后就可以请他帮忙 针对我们这些有什么经验的 这个就讲 我就挤一段这个轮轮 然后如果是我自己的话 我们就先看了他的灌手 得 从 仁义 然后我会 过后会怎样 我就会把它 分开来 然后再把它分成 四个字 三个字 这样一看起来就很容易 有没有 得修三页 非无音 你就很容易就看 然后崇敬圣贤 亏真经 人风善起 金主志 然后这个医护 刚记法可评 我就等一下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我如何通过这个A案 来跟大家分析这个轮轮 这个是我用这个COPYLOCK 他这样我就把这个轮轮放进去 请他帮忙我深入的解释这个轮轮 然后他就马上就不用想了 他马上就可以回答了 他就可以马上的就回答 但是他回答的内容 是否符合我们这个轮轮轮 是真的要讲的这个内容 就是要靠大家自己去检查 好 然后我就示范一下 我用三个不同的AI 然后请他解释这一句 得修善业非无音 这个是COPYLOCK的 给我的这个讲解 他讲修行善的和善业 并非没有原因 因为这一切善行都是有其深远的 因缘和积极的结果 这个是他通过字面 给我们的解释 然后GPP呢 他就讲说修养品的和行善 行善事劳并非没有依据或根据 那就是他的解释 然后KIMI呢 KIMI就是我们的中国AI 他讲 因为这培养美的和善行 并非无缘无故 而是有其深远的意义和目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AI 他可能讲的就比较贴切 然后我们就能够 遇到这个 我们自己再整合一下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整合 就说今世我们是 我们能够更多师尊 修身立命 行善体的 都是延续了 我们各自的不同的这个素因 所以就是讲我们前世都是修行的 所以这一次我们还在这个修行门里面 继续的修行 后面的我就不用 我就调过 这个AI 就不用了 就是挤个例子就好 然后最后他还 顺便跟你讲的重点 我们再看一下他们的重点 他讲这一整段 他讲强调的修行 尊重圣贤 这个仁义 仁慈和正义 和顺规这个法律的重要性 这个就是他给的这个copy lock 这个chap gpt呢 他可能就比较 简单点没有讲的这么贴切 这个kimi 他就给我们的一个奖 就是可能我们根据了 他们给予我们的参考 你在自己做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就一直刚才的那个灌手 得宠仁义 所以呢他讲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理智的 适当的应用这个科技的话 但是不是依赖完全的依赖 如果你完全依赖的话成长的 只是AI 因为你需要一只书资料给他嘛 然后你自己完全都没有成长 所以脑袋只要你去动动脑筋 他帮你做一半 你自己再出去做 所以人脑越动就越灵 这是吴老师讲的 你学到的 这个才是你自己的 这是最后这个 大家可以把这个照片拍起来 或是你 有些人问 我不知道要怎样去扫描这个 如果我用Samsung的话 你拉下来 他就有个功能叫扫描二维码 然后你扫描的时候 或者说你扫描二维码 我把照片拍下来 我就选这个照片 你拍一个照片的图案 你按进去 然后你选这张照片 你就能够记录死灵的这个 我们的流签 我们最新的机文 还有我们的特刊 我们的25周年和50周年特刊 都在里面 我们可以一区区的这个增加 谢谢 就是以上是我要分享的 我想 我打开一下 我想让大家 必想知道 就是怎样做呢 二维码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吗 我们怎样把我们的资料 变成二维码 他有一个转化二维码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他有一个这样的网站 或是一个app 你把你的 那个资料的网站 你储存在这个 我们储存在 等一下 在这个零端硬盘 然后你把他的link 然后你把它转换为这个二维码 然后你再把这个二维码下转 就行 好 就这以上我要分享 谢谢大家 非常非常棒 对不对 ok 我们今天呢 可以吸到一些新的科技 我通常我都是用fetchy评议 不过呢 看来 听力中国的AI chekdivok 也是非常好用的 我今天我也信心到这个 不过真正来说呢 AI的确是很聪明很聪明 从前我们一问 德州是什么 他会顾是什么 German religion 对对 就是说 几年前我们一方 德教 他就跟你写 German religion 我现在不通了 因为很多人都上去 上这个check gpt 一直跟他沟通沟通 他已经可以大致上分析出来 所以check gpt 还有这个 Kedilog 和这个Kimi 都非常聪明 你只要不停的 不停的跟他沟通 他学习到的 比我们还快 比我们还快 所以他进步 我们也更加要进步 所以希望大家学习 怎样用这个新的科技 来帮助我们 分析这个团文 他知道这个愿名 老师所说的 剩下我们一半的工 一半的时间 那么另外一半 就靠我们自己 在教育整理 那么我们非常学习 谢谢 薛老师 谢谢